王妃谢霆锋复合都三年了,李爱鹏终于找到至爱,新欢身价数益 王妃谢霆锋复合都三年了,李爱鹏终于找到至爱,新欢身价数益 1990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招生,一个来自新疆的男孩来陪女朋友考试 他,叫李亚鹏,那年,他18岁 为了能进学校去陪考,他阴差阳错地交了五块钱报名费,相对于准备充分的其他考生,这个来陪考的小伙子成了考官眼中的另类 唱歌不会,表演也不会,你是来干吗?陪朋友来的 文化课多少分?我?五百多 于是,李亚鹏和女友双双被录取了 原本,他报考了哈工大 如果没有这一段戏剧性的经历,李亚鹏的人生道路,应该按照父母规划的那样,就读哈工大安全专业,做个十足的理工男,毕业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讨个贤惠客人的妻子,过住普通的日子 1998年,李亚鹏出演将爱情进行到底,饰演男主角杨征 他身穿白衣,鞋背书包,潇洒飘逸地骑驻二八自行车,走入八十后一代的青春岁月 李亚鹏开始红了,他的演艺生涯进入黄金期,先后出演了《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 事业迅速走红,并没有他膨胀,父亲的话始终在他心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 2000年到2010年,可谓是他的黄金十年,李亚鹏却依然跟经纪公司说,一年只拍一部戏 如果说,这世间有东西能轻易打断一个人的计划,那一定就是爱情 李亚鹏的经历里不缺少爱情,徐颖说,随时可以嫁给李亚鹏 周迅说,他满足了我对男人的全部幻想 以及与他共同生活了八年的妻子,天后王妃说,我由衷地佩服他 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一个个都如此惊艳 2010年将爱重新登上电影荧幕,往称有李亚鹏已不复当年 是的,不复当年的青春年少,不复当年的热血沸腾 但岁月给了他另一种温和沉稳,那是经过内心沉淀散发出来的魅力 12年过去,他穿起风衣把岁月捻进了怀里 2013年随着李亚鹏和王妃婚姻的结束 他再次走进了大众的眼中 王妃主定是个传奇 而李亚鹏将要的或许只是一份平淡 当王妃以一句,夫妻缘禁至此,我还好,你也保重 宣告了两人的结束 李亚鹏的平静回应也注实令人心疼 爱你如初,很遗憾,放手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在很早之前,李亚鹏和王妃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叫做杨岚访谈度 仔细揣摩就不难发现,原来王妃就注定是一个李亚鹏得不到的传奇 王妃的思维方式真的和我们普通人相差甚远吗 当时的主持人杨岚还一直在替他说话 可是还总是背对 节目过程中,王妃一直都是对李亚鹏苦笑 且表现出两眼无光的神情 好像是从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时候 王妃就已经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了疲倦 王妃在被问及是否因为丈夫李亚鹏参演电影《将爱》的时候 看来她的心里早已潜藏了许久 她已向主持人列举了各种的理由 说最重要的是因为李亚鹏在里面 其实了解王妃的观众都知道 这不像她平时直率的性格 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 感觉每次王妃就是有意的在迎合李亚鹏 笑起来也特别虚假 感觉无力 当提及成立燕燕基金会的事情时 王妃表现得斩定截铁的态度 自己明确表示过不赞同 自己的孩子生病看好了就行 为何还要打张旗鼓地昭告天下 还要去成立这个基金会呢 为了李亚鹏不得已才参加 当提到这个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王妃表示自己并不是感性的人 一个思想自由特立独行 一个渴望安定回归生活 个性差异越发明显 大概是长期难以磨合的观念 让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自从2013年和王妃分手 结束了长达八年时间的婚姻 李亚鹏在和王妃离婚后 和张柏芝一样一直带助孩子生活 并没有结婚 李亚鹏对女儿李烟也是非常的疼爱 的却是一位好爸爸 不过王妃也经常带助女儿李烟外出游玩 并不是离婚了就不管女儿了 李亚鹏与王妃离婚后 向媒体曾说过自己非常爱女儿 女儿18岁之前不会谈恋爱 她越是巩固好男人好爸爸的形象 而从不向媒体发声的王妃 王妃就被媒体骂得越惨 而实际上 王妃跟天底下的妈妈一样 也非常爱自己的女儿 两个女儿一个才华出众出了几张专辑 另一个参加巴黎时装周走秀 起场不输妈妈 由此可见 王妃对女儿的教育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只是她的教育方式跟她的性格一样特立都行吧 没想到近日李亚鹏新女友一次曝光 李亚鹏与一神秘女子玩手同行 十分亲密的样子 李亚鹏现任是谁 李亚鹏交新女朋友了吗 李亚鹏与新女友牵手同框亲密照高清涂在网路上疯传 李亚鹏一抱新恋情 新女友正面照曝光 近日李亚鹏一千首新欢在北京东三环鹏润大厦参加朋友聚会被拍 女方面容清秀长发飘飘 靠在李亚鹏肩膀十分娇羞 亲密十足 据网友透露 该李亚鹏新飞文女友身价数议 曾是李亚鹏的忠实粉丝 如今经常和李亚鹏一起参加朋友聚会 关系也是相当的不错 从照片上看 李亚鹏疑似女友的却长相和王妃有些想象 有助王妃的影子 估计从年龄上 可能要比王妃小一些 如果此次恋情属实 说明李亚鹏对王妃依然是不忘旧情 真的是要找其相似的了 相信李亚鹏这次找个新伴侣 应该就是居家类型的 他既有王妃的气质 又不会像王妃那样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满足了李亚鹏的择偶要求